在感情的世界里,看得淡一点,伤得就会少一点,时间过了,爱情淡了也就快散了,时间是个很特别的见证人,他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,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,人们总是通过他来见证爱情,也通过他来遗忘爱情。 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,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,冷嗖嗖的风呼啸着这片大地声声作响,玉丛丛的树木,已经结上了厚厚的冰霜,树林里已经没有了徘徊的鸟儿,坐落在山中的村子却很安静,此时年关将近,已进入了腊月,年的味道越来越浓,在外打工的人们,已经陆陆续续的回到了这个村子, 他们大包小包的走在路上,从远处看就像点缀在山林中一道斑斓的色彩,村口迎接他们的是年迈的父母和年幼孩童,时隔一年没有见面了,每年这时他们脸上都会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眼眶也不觉已经湿润,张秀霞看着回家的夫妻们,他由衷的感到开心,因为前几年他和丈夫也是一块在外打工,每年这时也一块板箱, 而今年丈夫一个人在外地的建筑工地,他留在了村子里,这个山村贫穷落后,要想改变命运,只能走出大山去打拼,他们想让子女们可以走出这个大山,而养活一家老小的花销很大,仅仅靠男人是不够的, 张秀霞的丈夫陈旺才,在建筑工地上里,是一个普通的逆子工,他跟着丈夫也学会了刮逆子,两口子一年到头齐心协力,也可以攒下不少钱,张秀霞今年之所以没跟丈夫在工地,主要是因为丈夫走了狗屎远, 他从黄帽一下换上了红帽,成了工地一个小头头,都说当官也需要寒窗苦毒几年才可以,陈旺才在工地熬了这些年也算值了,陈旺才戴上红帽后,也学会了装腔做事,他也不再干瓜逆子的脏活了,他也不让媳妇干了,说是怕影响自己的身份丢自己的人, 于是乎张秀霞就回到了老家,张秀霞和丈夫陈旺才,都是穷山沟里长大的人,两个人也都没读过什么书,陈旺才个子挺高,人有点消瘦,给外人的印象挺精神一个人,干活也挺利索,陈旺才年轻时就在工地里当小工,后来跟着师傅学电汉,跟张秀霞结了婚以后才学了瓜逆子,别人对他说电汉对身体不好他就当真了, 张秀霞也是一个利索的女人,她留着一头短发,人有点微胖皮肤有点黑,人长得还算俊俏,个子虽不高,但是干活一点不含糊,她是一个滴滴倒倒的过日子的农村妇女,从工地回家的张秀霞总是闲不住,她开啃出了家里的吉姆汪帝来种,山上有一家养殖厂,张秀霞平时就来这里做活,进入腊月以后,她开始准备过年的吃食, 她又是炸丸子,炸豆腐,又是杀鸡杀鱼等等一些活,她时常惦记着工地的丈夫,她羡慕那些作伴回家的夫妻,羡慕他们的夫妻和睦,最近有一件事让张秀霞心不在焉,有个在工地做饭的大姐,原来和她在工地处的关系不错, 两个人始终保持着联络,张秀霞离开工地后,也一直和这个大姐保持着联系,她告诉张秀霞她的丈夫陈旺才,在工地跟当地一个女的走动得很频繁,关系始终不清不楚,在忙下大姐就含糊不辞地不说了,张秀霞因为这个事这几天一直心不在焉, 经常干着活,做着饭,途中就回想起刚和丈夫去工地时的场景,两个孩子留给老人以后,张秀霞和丈夫一块来到了工地,两口子是南方人,为了多挣钱,就到了北方的一处建筑工地干活,工地上主要是男人干的活,都是一帮大老爷们,适合女人的活很少,北方的女人也很少在工地干活,夫妻俩同时来工地的例子太少了, 工地上的双妻俩也大多是从南方过来的,那时人们常说,南方人为什么有钱,人家南方人能吃苦,能挣钱,平时也舍得吃,刚来工地几天张秀霞就感冒了,身体也不太舒服,这里的气候对他影响很大,但是比气候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工地的生活,来到工地后,他发现就食堂做饭的大姐和他两个女的,其他的都是一帮汉子, 大姐告诉他,之前有两对夫妻来工地干活,不长时间妻子就回家了,张秀霞咬了咬牙说这不算什么,除了穷他什么也不怕,工地不算大,起初连女人的厕所都没有, 后来特意整了几块板子,临时搭了一个女厕所,时常有工友走错地方,经常能把张秀霞吓一大跳,工地上的男人看见张秀霞俊俏的模样,也都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, 一帮汉子经常对着他吹口哨,张秀霞就低着头,红着脸装看不见,陈旺才时常愤怒地盯着这些男人,他的目光凶悍犹如护士的雄狮,看得对方浑身起鸡皮疙瘩,张秀霞跟着丈夫刮腻子,他学得快上手也快,两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形影不离,工地里大佬一门, 时常背地里对张秀霞议论纷纷,他们的内心都想有个这样的老婆,陈旺才怕媳妇吃亏,他时刻寸步不离地守着张秀霞,他是工地上的老油条了, 他很明白工地这帮男人们的心,工地的住宿环境一直都很差,屋子也都是那种临时大的采钢房,屋子里是上下铺,一个屋子大概要住十来个人,宿舍的卫生一直很让人堪忧, 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,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是如此,工人们能卖力地干活,也懒得打扫屋子卫生,说是脏得跟猪圈也不为过,没有多余的屋子,给张秀霞两口子住,工地的头头说哪有那么多讲究, 拿个脸挡起来谁看他们,以前两口子都是这么睡着,两口子也只能这样,陈旺才知道对方说的是对的, 在工地两口子和一个人没有什么区别,克服不了这里的困难只能走人,只是委屈了媳妇,但是很多人都知道,要是在工地宿舍里做那种事情,时不时就会来个人,根本提不起劲, 但他想要时也得配合,张秀霞真的很难放开,张秀霞俊俏的模样,让工地的男人流连忘板,很多老爷们都希望他能分到自己的宿舍中, 一说起这个大家都纷纷笑得合不拢嘴,可是一想还有他身边那个护士的雄狮,又都叹了一口气,这帮寂寞的男人们嘴里谈得经常是女人, 这也是他们打罢时间的良药,但也只能是嘴炮过过嘴瘾,两口子住的宿舍有四个大老爷们,算上他来一共六个人, 夫妻来选择了最里面的两张上下铺,这也是工地为了照顾他们两口子,本来可以睡四个人的床,给他们两个人睡, 张秀霞把行李物品都放在了上铺,他在两边床上系上了一根绳子,然后两头扯起了一块大大的红布做格挡, 从此以后红布里面就是他们夫妻俩的场地了,张秀霞把里面收拾得一尘不染,井井有条, 每天他也连同红布外面的卫生也都打扫了,他实在看不惯这里的珠窝, 他的行为让同宿舍的大老爷们含脸红,每天这个屋里都很干净,路过的人们常常赞不绝口, 大家都很羡慕,也都想住进来,张秀霞常常对屋里的男人们说, 住在一个屋檐下就是一家人了,他们大老爷们不要嫌弃他这个女人碍事就行, 张秀霞来到工地的头几个月,一直喜欢低着头走路, 每当遇到工友们向他投来那种期待的眼光,他脸就红了,他总觉得很害羞, 起初的几个月,张秀霞和丈夫也都是各睡各的床, 他想着出门打工不比加厉,再说屋里人很多,两个人睡一块难免尴尬, 宿舍都是一间连着一间,隔壁无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, 稍微有点动静都无法隐藏,有时睡觉的呼吸声都是那么的一清二楚, 张秀霞始终不跟丈夫睡一张床,这天晚上陈旺才就主动躺在了媳妇的床上, 假小的床根本容不下两个人,张秀霞一脚把陈旺才踹下了床, 陈旺才捂着屁股呲牙咧嘴,屋里的工友不自觉地乐开了, 几个工友互相递了一个眼神,就奔奔出了门, 张秀霞红着脸,很小声地对陈旺才说,去看看门关好了没有, 陈旺才像个高兴的赖皮狗,一蹦一跳跑着去锁上了门, 陈旺才把自己的床和张秀霞的床拼在了一起, 此后两个人再也没分过床,张秀霞又在红布后门, 加了一层蓝色的布,有两个布连挡着他觉得心里踏实, 两层布仿佛隔开了一个世界,但是也什么都没隔开, 平时生活中张秀霞也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, 下了班他就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, 工友们也都互相诉说着工作和生活的事, 大家互不打扰相安无事, 晚上睡觉前经常讨论女人的话题, 现在宿舍内的几个人都闭口不提了, 一些脏话也很少说了, 这帮没文化的男人, 最起码还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感, 同在一个宿舍里, 大家也都有了默契, 每当陈旺才晚上拿着一盒烟给大家抽食, 四个人都心领神会, 他们拿着陈旺才的烟出了屋门, 去外面散散步, 春去东来, 寒来熟望, 从一片泥土到高楼大厦平地而起, 无数个工人挥洒着汗水, 盖起了高楼大厦, 一砖一瓦都离不开建筑工人的影子, 工地也总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, 工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, 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影下了工地以后, 张秀霞总是盘算着今天挣了多少钱, 然后想着一年能挣多少钱, 他笑嘻嘻地把今天做了多少活计在本子上, 陈旺才每天的工作, 他都要核对一下, 两口子基本上风雨无阻, 很少卸班, 无论多么累意想起老家的两个孩子, 还有等待自己回家的老人, 就有了力气, 心里也就知足了, 在工地待久了, 张秀霞已经没有了刚来时的羞涩, 遇到工友跟他开玩笑也不再脸红了, 平时生活上的不方便比如, 上厕所, 洗澡, 洗衣服, 生病这些他也都适应刻骨了, 回想着工地的场景利利在目, 张秀霞已经把榨好的丸子捞了出来, 然后又把切好的豆腐放了进去, 他回想着往事, 抱怨着迟迟不归家的丈夫, 他思索着丈夫身边那个不清不楚的女人, 心里越来越不安, 他越把觉得丈夫变了, 离自己越来越远了, 在工地的这几年间,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, 偷偷打过张秀霞的主意, 他们都在背地里暗送秋波, 那时张秀霞就是个香波波, 工地上大老爷们也都会在他身上过过嘴意的, 说跟陈旺才礼了跟他过, 他可舍不得让张秀霞干过, 张秀霞也都一笑置之, 他也为对方开拓, 不说不笑不热闹, 时常有个别工人, 自下无人时趁机占他一把便宜, 有的搭一下肩膀, 搂一下腰, 说几句暧昧的话等等, 遇到有过分的动作行为时, 张秀霞拿起膩子, 蝉网对方身上摸, 这时男人就会拾去的躲开, 说开个玩笑, 可别告诉他家那口子, 张秀霞对男人说在开玩笑, 不他一嘴腻子粉吃, 男人说张秀霞亲自为他他就吃, 工友笑嘻嘻地走了, 这样的场景很多, 每当丈夫不在时, 工友们都喜欢和张秀霞开玩笑, 但是也都把握着分寸, 张秀霞也不会把这些事告诉陈旺才, 他可不想惹麻烦, 而这几年陈旺才人脉也广了, 混得开了, 在工地当了个小头头, 按说这是好事, 张秀霞却高兴不起来, 他怕陈旺才把握不住自己, 张秀霞认为, 当领导挣的钱, 不如当个干活的挣钱他时, 他时常想起一些领导因为各种问题, 被抓起来判刑的, 也有拖欠工资被工人讨债的, 他怕丈夫这小体格扛不住这些, 没想到自己从工地回来以后, 丈夫果然出了情况, 张秀霞觉得很委屈, 他想说想着不觉得锅里的豆腐已经炸乎了, 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, 家家户户仿佛已经进入了团圆的气氛, 左邻右舍的开始忙碌, 男的负责杀猪宰羊干些力气活, 女的则在旁边打着下手了, 有人问张秀霞怎么丈夫还不回家, 张秀霞勉强地笑了笑, 说应该快乐, 说完这句话, 他给丈夫发了个短信, 问他何时回家, 一直过了几个小时后, 丈夫才回复张秀霞, 说到年根, 临近年关工地的活少了, 但是依然有忙碌的身影, 很多想挣钱的都要干到腊月二十九了, 工地也像军营一样, 铁打地营盘流水的兵, 工人们是走了一波又换了一波, 一个工地完工了, 还要换下一个地方, 张秀霞感觉有点累了, 他放下手里的火, 熄灭了油锅下的火, 他顾不上擦手就到屋里躺下了, 没一会功夫他就睡着了, 迷迷糊糊中的他, 买了车票踏上了北方工地的路, 陈旺才戴着崭新的红帽, 看着手底下干活的工人, 他不再亲自干活了, 他手底下用了十几个工人, 这一年他胖了很多, 而这一年赚的钱, 比他辛辛苦苦挖好几年逆子都多, 陈旺才每天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休闲装, 皮鞋擦得很亮, 人也开始直起腰走路, 直高气阳很有优越感, 陈旺才手底下用的工人都是本地的, 都是一个叫周新兰的女人给他找的, 他都是把钱直接给这个女人, 就是这个周新兰让陈旺才一步步难以自拔, 也让他一步步膨胀, 他彻底陷入了这个女人的泥潭, 一步步走上了错误的道路, 以至于多少年后, 陈旺才不履盘山时, 妻子也经常拿这个事情敲打他, 这是他心里的伤疤, 陈旺才给周新兰发了一条短信, 问他家领导在不在家, 帮不方便出门, 不一会周新兰回复陈旺才, 他跟死猪一样水了, 又问刘哥有什么指示, 周新兰习惯亲切地叫他刘哥, 陈旺才说出来都都疯, 他开车去接周新兰, 陈旺才最近买了辆新车, 每次去接周新兰, 他都提前给对方发个短信, 周新兰在家里悄悄地化了一个淡淡的妆, 潘了点香水, 苗眉弄眼了一番才出门, 周新兰一般都会在晚上去工地忙业务, 所谓的业务就是跟包工头对工, 今天一共几个工, 明天需要几个工等, 对好工以后他才好安排工人, 这是他主要的工作, 每一天都是如此, 所以周新兰晚上出门都是理直气壮的, 但是他也不能太晚回家, 他始终把握着时间点, 陈旺才的车已经停在了路边, 周新兰悄悄地坐在了副驾驶, 这辆车从买来以后, 坐的第一个女人就是周新兰, 张秀霞都没有来得及坐, 车内弥漫着周新兰身上的香水位, 陈旺才一把揽过周新兰的肩膀, 周新兰顺势倒在了陈旺才怀里, 空气中暧昧的味道, 和香水位混杂在一起难舍难分, 车里放弃了歌, 轮子已经启动, 周新兰靠在陈旺才的怀里, 陈旺才也在对方的温柔箱一步步沦陷了, 两个小时后, 车又返回了原来的地方, 陈旺才拿出厚厚一塌钱递给周新兰, 说这个月的工钱, 明天还需要载上几个工, 周新兰接过钱, 颠了颠重量数也没数就放进了口袋, 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就下了车, 周新兰认识很多工地的头头, 陈旺才只是给他印象很深的其中一个而已, 他负责给工地临时找人, 他做的就是中间人的角色, 挣的也是工钱的抽头, 他每天都在各个工地上转, 周新兰和陈旺才已经寒熟了, 两个人也互相有了默契, 张秀霞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工地, 他没有吃饭, 没有洗脸, 整个人无精打采的出现在了陈旺才面前, 这让陈旺才出乎意外,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媳妇会突然来, 甚至来之前也不打招呼, 陈旺才问张秀霞马上要过年了, 他还过来干什么, 张秀霞只对丈夫说了一句话, 一个人在家无聊, 想来看看他, 陈旺才现在住的宿舍是单间, 屋里有个暖气炉子, 还有个气派的办公桌, 屋内干净整洁, 跟工友们的宿舍天差地别, 张秀霞看着这个宿舍, 他又想起来以前住的宿舍, 真是鸟枪换炮, 可是他却一点没有高兴起来, 陈旺才连忙搬过来一把桌子, 刚好河床拼在了一起, 这样足够睡两个人了, 张秀霞问陈旺才这桌子, 是不是提前预备着, 陈旺才怎么知道他要来, 张秀霞带着疑惑质问陈旺才, 陈旺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 说这是吃饭的桌子, 他看河床一般高, 张秀霞给丈夫洗衣服时, 发现了好几根长头发, 并且都是染得发黄的发色, 他对照了一下自己的头发, 他自己从来不染发, 张秀霞越发印证了食堂大姐给他透露的消息, 他来到工地后想再问问食堂做饭的大姐, 可是对方却闭口不言了, 全程否认之前说过的话, 这也让张秀霞很迷惑, 住了几天后, 陈旺才借口工地上事情, 多想让张秀霞回去, 可是张秀霞想跟他一块回去, 两个人也为此事吵了好几回, 每天傍晚, 张秀霞都会发现丈夫, 和一个女人在工地门口拿着本子对账, 他看着这个女人高挑的个子, 一身很时尚的打扮, 烫着卷卷的头发, 画着艳丽的包, 离得远他无法看清楚, 是不是比自己长得俊, 可是从对方衣着打扮上, 张秀霞就想起了电视上那些会打扮的明星, 远远的他都能听见女人高跟鞋的响声, 张秀霞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端倪, 他看着丈夫每天衣着光鲜, 似乎说话谈吐也变了许多, 他一度怀疑, 这是不是自己的丈夫陈旺才, 都说好事不出门, 坏事传千里, 张秀霞待了十来天后, 想着家里一堆事等着他, 就准备回去, 而他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, 可是这一天出了事, 周新兰的丈夫喝了点马尿, 来到了工地上大吵大闹, 他躺在地上扎破打滚, 泥土沾满了他全身, 他也完全不理会, 他也不管人多人少, 也不顾丢人败姓, 他吐了一地, 满身的污秽, 在场的人都捂住了鼻子, 周新兰丈夫嘴里不断地重复着, 他老婆吃亏了, 他老婆在他们工地吃亏了, 大家围成一团都不理解吃亏了是什么意思, 有懂的人都暗自发笑看着热闹, 周新兰丈夫活像一个泼妇一样, 人群被遣散了以后, 他还在这里闹, 始终不说自己的要求是什么, 陈旺才躲在屋里瑟瑟发抖, 他屋内有炉子, 但是他还是双腿打扎, 张秀霞看着外面的情形, 一切都明白了, 周新兰的丈夫坐上了陈旺才的车, 死活不下来, 他让陈旺才送他回家, 他死活强调让陈旺才送他回家, 陈旺才拨打周新兰的电话, 已经关了机, 最终陈旺才在媳妇的陪同下踩出了门, 两口子把对方送回了家, 然后夫妻俩走着回到了工地, 至于车怎么没有开回来, 夫妻俩都没有提, 这一晚上两个人都没有睡觉, 张秀霞坐在床上抹着眼泪, 他的眼泪不自觉地流着, 他也不吵不闹的, 屋里安静地可怕, 陈旺才蹲在地上抽着烟, 烟头扔了一地, 一盒烟空了, 他把烟屁股捡起来再抽, 夫妻俩一直沉默了几个小时, 连烟屁股都抽完了, 陈旺才跪在地上乌夜着, 张秀霞擦淡了眼泪说明天回家, 一觉醒来窗户外面已经黑了, 两个孩子喊他起来吃饭, 张秀霞才发现是自己做梦, 他额头上都是汗, 年终岁末天地寒, 过了喇叭九十年, 放鞭炮, 贴春帘, 团团圆圆过大年, 张秀霞去洗了把脸, 让自己清醒一番, 他觉得自己做的梦越发变得现实, 他把准备好的饭菜端上桌, 准备招呼孩子们洗手吃饭, 他也回味着自己做的那个梦, 孩子们的呼喊声打乱了他的思绪, 原来是陈旺才回家了, 孩子们欢心却舞的喊着爸爸, 陈旺才放下背包, 左手抱一个, 右手抱一个来回的亲热, 张秀霞搭了着脸, 断着洗脸的水倒在了院子里, 他没有说话, 没有惊喜, 没有表情, 陈旺才说他回来了, 妻子怎么不高兴, 张秀霞对着两个孩子吼, 叫他们两个洗洗手吃饭, 陈旺才抱着两个孩子, 一块进了屋, 陈旺才已经饿了一天了, 他坐了一天的车才辗转回到家, 就想给老婆孩子一个惊喜, 显然孩子是惊喜了, 张秀霞却没有惊喜, 他问陈旺才车怎么没开回来, 陈旺才说怕不安全, 大过年的坐火车回来保险, 张秀霞问, 是不是把车赔给了那个女人的丈夫, 陈旺才一脸疑惑地看着张秀霞, 他完全不明白张秀霞在说什么, 张秀霞把梦里的情景,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陈旺才, 他认为丈夫在工地的行为, 应该和自己梦到的差不多, 他只是没告诉丈夫是自己做的梦, 陈旺才责怪张秀霞是不是义正了, 他一脸无辜地看着媳妇, 问他听谁胡说八道的, 真是闲得无理取闹了, 张秀霞翻出陈旺才没有洗的衣服反复看了, 也没有找到长头发, 但是他始终肯定丈夫有事, 他想着工地食堂大姐应该不会说谎, 张秀霞没有把工地食堂大姐的话告诉陈旺才, 他不想丈夫回到工地和对方发生不愉快, 此时陈旺才回家的喜悦全没有了, 他对媳妇的无端指责活冒三丈, 他撂下碗快回到了屋里, 边走边说妻子就是没事找事, 知宝称的, 两个孩子不明所以的吃着饭, 张秀霞和陈旺才都没有了胃口, 当天晚上, 陈旺才拿出记工本, 和厚厚的一打钱, 放在了张秀霞面前, 张秀霞翻看着本上丈夫每一天记得工作, 他仔细对了一下账, 最后发现差不多, 张秀霞对陈旺才说, 看来他很抠门, 没给野女人花多少钱, 张秀霞把钱都锁在了抽屉里, 他的记忆经销了一大半, 陈旺才抽着烟没有理会他, 晚上睡觉时, 张秀霞对陈旺才说过, 晚年想跟他去工地, 但俩人还能多挣点, 陈旺才说来就来, 省得妻子在家老胡思乱想, 本来想让他在家可以清闲一点, 陈旺才叹了口气又说, 刚好他现在一个人睡一间宿舍, 张秀霞问是不是就一张单人床, 陈旺才说是的, 就他一个人睡, 张秀霞突然起了身又问, 是不是屋子里有张桌子, 可以和床拼在一块, 两个人都笑了, 真真假假, 假假真真张秀霞都不想理会了, 他只知道人回来了, 先回来了, 他就安心了, 未来少预想, 尽量别假设, 把拥有当全部, 看当下成永远, 若浮躁过甚, 浮夸过多, 浮华过泪, 碧玉喝难填, 心境难平, 负罪难谢, 终劳力伤怀, 徒增烦忧, 人生需要爬坡过坎, 涉险度困, 无需心耿于一处, 驻足于一地, 为苦中寻乐, 转苦为乐, 方能抬官事业, 壮阔胸襟, 看远了轻松点, 想开了超拖鞋, 好了,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, 我是主播老黄瓜,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